健康运动年,吉安相公所鼓励社团民众一起来参与各项的运动休闲活动 并且乐意提供场域,让社团可以开办相关的课程 也让民众有妥善舒适的运动空间 3月2号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就有一场太极拳的演习活动 向上游树珍特别到场为学员们交打气 一群热爱太极拳运动的同好 3月2号齐聚吉安浩克艺术村 这是由城市太极拳协会所举办的38式太极拳演习活动 远从嘉义邀请了专业的太极拳老师徐炳红 来到花莲指导在地的师兄师弟们太极拳招式 今天是我们城市太极拳协会 在浩克艺术村办这个38式的演习课程 那我们的老师呢是远从嘉义聘请到花莲来 那我们这个课程有一天的时间在这边 我们这些平均年龄大概都是将近70岁 那很多是公务人员退休的 那退休的生活呢想要找一个平台 那当然我们就借这个城市太极拳协会呢 来带着他们打拳运动 那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追求健康 然后休闲快乐这样 吉安县长游淑珍特别到场观摩也强调 今年是吉安的健康运动年 欢迎所有喜欢运动的乡亲可以跟乡公所商界场地 从事各项健康的休闲活动课程 今年是第三年是我们的健康运动年 所以我们今年会推展在我们的这个公园 在我们的邻里里面呢 要来作为一个运动健康 所以我们会有社区的公园舞 然后呢在我们的公园里面 开始我们要来交体式呢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浩克伊树村里面 不管城市太极运动 还有呢我们的艺杰等等的运动活力舞蹈 都在吉安厂各地在推展 因此哦谢谢大家来给我们的浩克伊树村 增长我们的这个活力运动的能量 所以未来我们的理事长或者是师兄姐们 只要吉安可以推展的公务门的运动场跟活动中心 都欢迎大家来提出计划 跟我们吉安厂公所来一起铺成 我们的运动健康的能量 在专业老师带领之下 学们从全精泉里的练习 到操演38式太极拳 大家全神贯注心理神会 透过太极拳强化身心锻炼健康体魄 谢旅会吉安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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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